62.香港經濟日報 蘋果股價5年跌高位錯近10% 2015年7月11日國際動態10如可因蘋果股價週四收盤跌2% 時至1月以來首然5天連跌 由5月高位跌近10% 貧修正邊緣 分析指,蘋果產品下半年銷情恐受中國經濟放緩影響 或令股價進一步受壓 五日內跌5.2% 蒸發2,964億受中國股災拖累 蘋果股價連跌5天 週四收盤跌2% 收報120.07美元 五日內跌5.2% 市值蒸發380億美元 但令人關注的事 至今年5月觸及收市價132.54美元高位 公司股價已下跌9.4% 貼近10%修正邊緣 此外,蘋果週四股價較200天移動平均一高1%左右 意味短期內有機會陷入紅市 蘋果過去455日都處於200天移動平均角度 在週五早段,蘋果股價反彈2.5% 報123.02美元 Greenwood Capital投資總監特德Walter Todd 指 中國股市暴跌後,政府暴力救市 可能為經濟帶來更大的問題 令消費者勒緊庫頭,或影響蘋果產品銷情 他又指,這個風險明顯開始反映在公司股價上 蘋果上一份年報顯示 公司17.4%的收益來自中國市場 蘋果總裁富克甜卻亦明言,計劃最終是中國為最大市場 在今年首季,中國已首次超越美國,成為iPhone手機最大市場 Apple Watch銷量就減九成蘋果將於本月下旬發佈上季業績 分析師如期每股盈利將由去年同期的1.28美元升至1.79美元 至2012年以來,蘋果每季業績都盛於市場預期 不過,Size Intelligence的市場報告指 Apple Watch在4月開售初期大賣後 在美國的銷量正急劇下滑 從高峰期的每天20萬隻 到現在的不足2萬隻 銷量就減90%以上 iPhone6下半年銷情了放緩得銀分析師 執事客旅報納Sherry-Skrubner 預測 下半年銷錄銷情將會放緩 並與其公司明年表現平平 於是這種賜分析師 但是... 在新賜分析師 可以請給大家解決策 有限 Professores 在級評某 我們會再寫 明週